好,来到Homeroy11的Advanced Task 今天我们会加两个东西在Basic Task上 第一,就是幅图 贴士幅图要按两次按键 才能够设置背景 第二,我们会加一个Slider Slider就在这里出现 当你按过Slider之后 记住要设置Slider的幅度 否则就会很窄 另外,有个Max Value 是用mini value Slider是什么? 就是这条尾 我们可以透过Slider 去改变数值 Rather地去打它 有时会方便很多 例如我今次要设置Light Rift 我们可以调到很粗 帮它刮太硬頸 也可以调到很幼 帮它刮嘴唇 做完之后 可以清晰一下 所以现在 这条Slider是设置Light Rift 先按下Canvas 原本Light Rift是2.0 所以Slider的数值 原本应该不太大 我们设置1和10 你喜欢设置什么数字 但我们知道 不可以设置太大 先抽回Meta 第二 这条 在上面移动的东西 叫做Foom 所以今次的Foom 就在中间 到Vlog 今次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件事 首先 转到Slider Light Rift 就会被转 转到哪个位置 转到From的位置 所以第一件事 最外层的Block 应该在Slider 选择 Slider 最顶尾 其次 我们要设置Canvas的线 所以 请在Canvas 选择 线的速度 再设置 现在的FromPosition 转到你了